第十場賽事是三班千二米的場合 必詳勝有巨額的讀贏過關 3.2倍落了2.8倍 開跑的時候是2.6倍 對手方面12碼開飛3.8倍 人家落飛他就回回一點 上過4.6倍 開跑的時候有4倍 威威心得曾經過關之後落過10倍 開跑的時候是12倍 第十場是三班千二米的另一組 起步的時候出得很齊 快一點我當作發財寶 仍有疑心升級是快一點 必詳勝自然不會執書 內檔那邊12碼起步都快 接著走出來的還有一隻初出馬的顏色大師 在他後面是至尊高升合衷共濟和威威心得 然後見到尾三位置藍衫是持耀鋒 尾二暫時是很久沒見的中二寶 包緊尾那一匹是零零丁丁 暫時是日日靚 入彎的時候前面欠帶頭 發財寶仍有在外檔帶出了多少 但12碼內蘭幾大都霸佔了它靚位 接著他們是必詳勝 然後顏色大師怡心升 走出外檔的合衷共濟 內檔那邊威威心得貼藍 在他外側還有至尊高升 尾三是池耀鋒 尾以中二寶 包尾還是日日靚 入彎之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暫時仍有在外檔帶出了多少 但12碼拖著都上來 中間反而發財寶打內反應一般 走出外檔必詳勝 看看後追行不行 內檔涉上來就有潘明輝的威威心得 還有百多米的時候 前面是12碼帶出來 必詳勝一直迫著他 內檔上來就威威心得 頭馬看來這三隻都差了 似乎12碼的勢 仍然可以擋到外面的必詳勝 過了第一名12碼先 緊緊到線 必詳勝第二 第三名威威心得 第四名上來池耀鋒 贏了一條欄 其實兩隻碼的實力都迫重 只間分鐘一強一點 一高一點的 但現在要讓你18磅 你有條欄 所以計算下去 可能不是贏功力 是贏了一個招式 就是剛剛好12碼 我死都頂了你出去 結果必詳勝也入到直路 又要兜出去 另外兩隻碼的外面才上 那裡不是走多了一點 必詳勝左望右望 不敢搶藍 因為他重磅 他又怕他有點搶口 左望右望 結果都賣不到他 一賣不到藍 結果輸了這場賽事 所以今天可見到內蘭真是挺有趣的 他比12碼霸著那一條欄 因為還可以頂上那兩隻出去 那便變成了 12碼怎樣守住那個位 令到你要多虧 就是贏了那裡 就是贏了那裡 其實這個必詳勝也真的挺高 那一隻12碼也挺好的 上一次是堵塞了 今次是保中 那你可以在虧了之下 還要讓他18磅 跟他鬥到輸一個短碼頭 那隻必詳勝 其實你看回臨到終點的兩步 必詳勝不是讓他放掉的 相反是越追越近的 你沒有那18磅 沒有條難輸 這場 指定第三的那一隻 那一隻 改變不了 這兩隻在前面 他很準確 那一位森德跑12碼 不過就多數第三 這個是他第六個第三 他跑十場有九場入前四名 就是六個第三 位置你差不多一定在 但贏了就暫時沒有分 所以這條單T25倍都很奇怪 其實這三隻都骨幹 這場賽事都 幾乎順序都是這三隻 是 投馬張上了 分野時間 頭段13秒62 第段22秒17 末段23秒11 總時間1分08秒9 上次是不好運 十二碼這次是中球 不過如果這樣算 必詳勝下次可能都在二班 80分輸一點點 這隻馬上到二班 如果遇著不太強組 二班看來都還可以玩玩 但我覺得其實不好運的 那真的是必詳勝 就是這樣你輸過短頭位 一定升班 看下已經公佈了那些賽程 又沒有那些85分頂分的賽事 那你始終要升班 就換了另外一批對手 是的 但是換了對手 但這馬暫時都不一定要潘頓 非潘頓不可 周俊樂上次跟速遞騎兵穿Q 我覺得他二班夠跑的 如果甚至找一些輕綁騎師去跑 他可能威力更大 也不一定的 那不幸運的是潘頓 是的 是他不幸運 因為他一定沒有分騎 是的 升班之後他可能都是加一兩分 在二班榜底 潘頓想都不用想 但到時那些蔡明紹 周俊樂他們可能更厲害 我想很多輕綁騎師都立即猴住 猴住了